然後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Surrender 就是關於 Surrender其實你如果查英文字典 它其實有一點像 它其實當然就是你在打仗啊 或者是你在一個戰爭的時候 它是一個投降就是我教出我的武器 或者什麼的一個意義 但因為這幾年身心靈比較 比較蓬勃 所以Surrender會被拿來講誠服 比較不是投降的意思 所以是誠服的意思 那在精心冥想裡面 Surrender這個誠服的 的概念其實蠻重要的 有一點點像其實我們之前都有練習過 比如說我們今天我之前在邀請大家 一起在做進行影響練習的時候 我們放下評斷 然後放下批評 放下我們的想法 放下指責 這些就是交出我們的武器 因為這些東西 因為這些東西就是阻礙我們 可以自在 然後可以安定 可以穩定的一些特質 所以說在你進行影響的時候 我們都盡量就是讓我們試試看去放下這些東西 所以也就是當一個關照者 我剛好昨天看到這一段 我還蠻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到底Surrender 到底我們在生活裡面怎麼運用Surrender 這個概念 你到底怎麼樣叫做我可以順流 順著宇宙的流 就是它有兩個方式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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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